這個新的 顏色超特別耶 這個真的很好看 很舒服 就是有一種復古古典的感覺 裏面老奶奶的時候 這樣看電視 欸 那個鏡子好漂亮耶 CP值最高的 就真的只要一千多塊 比剛剛那些都還要好做 好漂亮 超級喜歡 好可愛 這怎麼那麼可愛啦 完蛋 我完蛋了 我會因為隔文而失心瘋 最近我在進行的大計畫 是我2020年最重大的事情 歡迎回家有星星 今天是久違大家最愛看的主題之一 IKEA好物 因為最近發現他們好像有很多可愛的新品 而且跟以前的風格還蠻不一樣的 如果要暑假了 應該有很多人要搬家畢業或是換租屋處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帶你們 一起跟我來逛IKEA的新品 如果你也想知道 IKEA最近有什麼好東西的話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通常在逛IKEA實體店面之前 我都會習慣到他們的官網上面先逛一輪 實體店的東西擺的 就是真的很琳瑯滿目 每次都會常常找不到啊 如果你沒有先做功課的話 很可能就會錯過一些好東西 所以我也蠻建議大家 可以跟我一樣先在網路上面看看 那我們進到IKEA的官網之後呢 就點一下新品專區 喔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這個牆壁收納架掛鉤 這個東西不錯的話 我就會把它截圖起來 什麼時候還有這種烤肉架 好酷喔 電視怪多了這個 COLOX以前沒有這個形狀的東西耶 然後這個門板很好看 是竹邊的 這很漂亮耶 如果有要做衣櫃 感覺就可以加這個門板 就會變得很韓系 然後或是很波西米亞 之前韓國人他們改造超級流行 用這種圓桌 這個很好看 我之前也有買過一個 現在還有書架喇叭 太酷了吧 連喇叭都有 可是他們的新品就是會沒有什麼好看的 可是我就覺得最近的好像還不錯 這個燈很可愛耶 這個灰綠色的桌燈 哇 這個門板 它這個是直接幫你組好的副門書櫃 今天應該可以去實體 看看有沒有展示的 哇 這個戶外的折疊椅蛋 好可愛喔 是綠色的 他們這次好像出了很多戶外用品 然後都是綠色系的 欸 第一次看到這種圓形的會議桌耶 然後中間還有那種感覺是可以放插座的地方 蠻特別的 還有白色的 蠻想去看看這個會議桌本人的樣子 喇叭專用的燈罩很漂亮 後面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家具 好 我們先稍微逛到這邊 然後剩下的我們就直接到實體店去看看吧 GOGO 耶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IKEA的台中店 現在在他們新開幕的這個 空中花園 我今天來才發現竟然有新的這個地方可以逛 超級舒服的耶 而且現在天氣很涼 逛完這個空中花園拍拍照之後 我就要下去開始挖寶 看看這次的新品有什麼很讚的東西 我會覺得第一個新品 是個莫蘭迪輝的推車 749耶 還滿不貴 我原本以為要1000多耶 很漂亮耶這個顏色 然後摸起來的質感很好 因為是還滿厚實的那種鐵匠 沙發的新品 我每次都最喜歡看他們沙發有什麼新品 然後做做看 外型很好看耶 是那種比較時尚現代的 很漂亮耶這個顏色 然後摸起來的質感很好 因為是還滿厚實的那種鐵匠 因為是還滿厚實的那種鐵匠 要這樣垮著 因為像我做到我膝蓋的底部 是沒有辦法靠的 但是我覺得軟硬度很不錯 而且它有好多顏色 顏色的那個選色 都是很有質感的那種 這個我很有興趣耶 這個顏色是我的奶茶色 這個型號的沙發椅子 都是我自己很想要買的 我自己很喜歡它的金棕色 我現在做的這個應該是生米色 它這個是要28,900 以豬足來講算有點貴 這個真的很好看 很舒服 這我做過很多次 就是有一種復古古典的感覺 好壯觀喔 這個是雙人座的沙發床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 直接拉出來的耶 好酷喔 一直都很好奇 這種拉出來的沙發床 到底做起來是什麼感覺 喔 很濕耶 我以為會再ㄍㄧㄧㄥㄥㄥㄥㄥ的 還好耶 還滿不錯 其實滿像睡床的感覺耶 如果你家真的很想省空間的話 好像是可以考慮喔 而且它這個咖啡色 我覺得很好看 帶一點點橄欖綠那種感覺 怎麼覺得這個枕頭跟棉被 也是我的風格 這個格紋也很好看 又來一個新品沙發床 這個14900比剛剛那個更便宜耶 但它整體呢 就是比剛剛那個低了很多 它是直接把沙發下面的那個地方拉出來有沒有 一點點像打地鋪的感覺 剛剛那個是利用鐵架把它整個撐起來 比較像一般床的高度 我自己好像會覺得那個更好耶 咖啡桌終於有新款了 之前一直都試那幾個 我都看膩了 這個新的顏色超特別耶 而且它摸起來是真的有那種木頭的紋路 它是木板染色的 但是它做的質感很好 很像真的木頭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適合那種日系 或是比較差跡風啊 復古風我覺得也可以 看起來有一點點像那種 你會在什麼二手市場挖道的那種顏色 面面是很圓潤的那種耶 但它滿低的 我覺得比較適合 你是有在坐地上的人 欸這是我今天有在家裡逛那個 逛網的時候逛到的 這一張看起來超好看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藤邊的東西 不過這個椅子不便宜要六千多塊 哇完全沒有好坐 就是沒有特別好坐 因為它就是很硬嘛 這種竹邊 可是我覺得是很適合拿來擺著的 就是可能你要坐攝影棚啊 或是坐咖啡廳 或是你只是偶爾就是你知道裝逼 坐在這一下下的話可以 很漂亮耶 而且它的這個幅度 很適合在那邊稍微耍廢看個書 這樣但不能久坐的那種 後面這一張也是我在 官網看到的新品 這張便宜很多 三千多而已 喔 我好像滿喜歡這個耶 因為那個竹邊真的是會有點 感覺到那個凹凹凸凸的地方 可是這個就是布面的 如果你想要買IKEA的扶手椅的話 我自己還是覺得它最便宜的這個 HELLO系列 是CP值最高的 就真的只要一千多塊 然後就非常好坐 比剛剛那些都還要好坐 我自己每次都很想買 只是客廳的空間好像 沒有說真的放了下這個 但我覺得很推這個扶手椅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跟布面可以去選擇 我老了以後就是這樣子 我變老奶奶的時候 這樣看電視 欸那個鏡子好漂亮耶 1599我覺得我可以耶 可是我家現在真的好多 東西怎麼辦放不下 這個好漂亮 我適合放在那種 你要換衣服或是換飾品 出門前就可以這樣 很大 你可以看到半身耶 也可以拿來自拍 這個鏡子我有點愛到喔 他們通常有掛這個綠色牌子 就是跟環保有關係 比較環保一點點的材質 喜歡耶 把它的貨號也記起來 之後你就可以很方便的選購 我記得它這個門板 是新出的 自從出了這個門板之後 它就有一系列的家具 都有這個藤邊的門板 我超級喜歡 因為我之前還有想過 要自己買那個藤邊的片 來自己改 但後來太難了 如果我重新要買家具 我就會買這系列 這個電視櫃超美 我直接想把我家的換掉 城價區看到兩個新品 他們都很便宜耶 其實蠻多店面跟咖啡廳 會喜歡用這種城價 好處就是你可以這樣放 你也可以直著放 你可以倒著放 就有很多種方法 上面這一個比較像我的菜 木頭城板配這個白色的掛鉤 我覺得這一個 很適合放在你的玄關跟鞋櫃那裡 你就可以在這裡掛鑰匙 然後放什麼口罩之類的 上面你就可以放一些布置的東西 但是我現在近看 我覺得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這個掛鉤的白色 好像會有點掉漆 欸我發現下面這個黑色 也是新品耶 這三個都是千元內 就可以帶回家耶 各位找到了我們的 藤邊系列家具 這個書櫃 好漂亮 超級喜歡 而且這個藤邊是比較淺色 然後顏色很均勻的那種 看起來就是真的很舒服 打開來之後 就是他們最經典的這個書櫃 而且它很輕也不會說因為是藤邊 就超級重 好好看喔 你們記得喔 之前就是以德利那一集 有跟你們講說 我有買他們家的那種銀色的鐵架 也是這樣撐起來 然後我可以把碗盤亮在上面 但我覺得這個白色的更美 我現在直接想要換掉囉 因為那個銀色 每次都讓我拍片的時候 就想拍到它 因為那裡太稠了 我超級推薦 如果你是一個廚房空間 檯面沒有很多的人的話 你一定要買這個 因為它可以直接讓你多出一層的空間 放那些洗好的碗盤 我發現它這個可以深邃 你可以根據你的水槽大小 來調整它的寬度 這個很推 竟然有蒸籠 你們知道一天還有蒸籠嗎 他們怎麼那麼多元的文化 我們現在逛到一半休息一下 來試做一下這個 很適合我的窗戶 在這邊也想要順便跟你們分享一下 最近我在進行的大計畫 是我2024年最重大的事情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話 應該已經知道 我們最近有個StoryStoryLife的 理想生活的陪伴計畫 如果你有看過我以前的改造影片 或是你一直都很喜歡我 拍這種IKEA的什麼好物分享 這個計畫裡面會包含一個 催戀我這四年多來的YouTuber改造經驗 還有我跟很多觀眾線上諮詢的經驗 整理出來的新手改造技巧 指南裡面有超級豐富 我教你們怎麼從零開始改造自己的家裡 然後也會附上超過50間的家居 就如果你平常都很想知道 到底都在逛哪些家具店 或是從哪些地方買到 你覺得很漂亮的那些選物的話 一定要記得加入計畫 才可以看到這些計畫限定的資訊喔 這些都是我不會公開在YouTube上面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非常非常多豐富的內容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的話 可以到下面資訊欄去點開網頁連結 可以去看看我介紹的這支影片 這個改造指南呢 只是其中大概十分之一 還有超多值得你探索的內容 如果你認同我改造選物或是選店 或生活的品味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加入我們 StoryStoryLife 那現在這個期間呢 有限定的早鳥折扣碼 可以折價一千元喔 只要過了這個時段 就要恢復到原價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 最後最後呢 加入計畫的成員 只要滿200名 除了線上版的改造指南 還會送給每個人一本實體印刷版的喔 就有點像是我送給大家一本書 讓你可以看著去改造你的生活 改造你的家裡 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就計畫禮戰 繼續來逛IKEA囉 又來到一個新品了 這一張價值誇到2萬塊的桌子 我剛剛看到這個價格真的是嚇到了 不過因為它的質感感覺真的是很不錯耶 這個木紋超級真的 雖然它不是真的木頭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它竟然是延伸桌 就是它可以再把它打開來 很少有嚴孫桌會做這麼漂亮的木頭色 沒想到這個藤邊椅子也是新品耶 你看 欸很美耶 喔可是摸起來很粗硬喔 坐起來還好 不會很不舒服 可是可能不能下半身沒穿東西做 應該就會有點刺 但現在這樣還不錯耶 而且它這裡椅背也是很漂亮的木紋 算是他們家中價位 因為我覺得IKEA的椅子 本來就沒有很便宜 就滿長都會兩三千以上 大家應該都看過咖啡廳 有這個IKEA餐具架吧 他們家中有新的了 欸拜託 咖啡廳都可以來看這個新品 好可愛耶 你看 莫蘭迪蘭 然後它上面有很多這樣 一格一格的 可以讓你放不一樣的 像叉子筷子湯匙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大格的 感覺可以放一些衛生紙 餐巾紙之類的 哇 欸這邊這一排都是新品耶 全部包整套都是新的 這個有荷葉編的 好可愛喔 這我的菜耶 你看它是條紋的 背面是有刺繡 它說是手工刺繡而成的 這個就是我之前有跟你們介紹過 他們有一些產品是會找社會企業的工人 像這個就是印度的社會企業的工人 有點像幫助他們生存的感覺 給他們的就業機會 那很多他們家刺繡商品都是這樣子 有這個圖案的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Handmade 可以認明 如果你想要買一些有社會企業合作的話 現在看到一區新品 好喜歡 目前看到最喜歡的一整個區域 這邊都四十種你知道 然後杏色棉麻色 我特別喜歡這個 這怎麼那麼可愛啦 感覺可以收納一些飾品 好可愛 裡面是格紋的 然後旁邊這個也是跟它同個材質的 收納的桶子 裡面是格紋的 完蛋我完蛋了 我會因為格紋而失心瘋 它這兩個新品我剛剛看到 都是用回收再造的紙板做成的 然後它外面會上一個薄薄的宣紙 所以看起來啊 你那個紋路會有一種 很天然的感覺有沒有 欸看到回收我又更想買欸 欸這個燈好可愛喔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看到這個 米色的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黃色的 好可愛 那個藍色其實也很可愛 這種就是風格性很強的 喜歡在一些小角落點綴 那種比較鮮艷顏色就可以選這種 而且你們猜多少錢 499 欸我們直接封掉 549又有這個這麼漂亮的燈 而且你看喔 它這是像那種風情的臉的那種材質 太扯了吧 然後還配這種很溫柔的這種藍綠色 怎麼辦啦 我家沒地方放了啦 唉 新品的燈真的一級棒 看到一個我超級想買 應該可以榮燈我之前前兩名想要買的 落地燈 好漂亮欸 這個設計 我愛了 而且它這個是布的 1999我覺得很合理欸 因為這種比較古典的設計 很多都蠻貴的 好喜歡喔 還是要買回家 來到鏡子區 我覺得最近的鏡子都 這三個都超級可愛 這個特別的很酷 是因為它是凸面鏡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路邊那種 轉角會有的那種鏡子 感覺上面貼一些貼紙 就會很可愛 旁邊藤邊的我覺得也很好看 這個才999 如果你們有去研究過 藤邊鏡的價錢就會知道 都很貴 可是這兩個都很好看 那看到我在戶外用品區 就應該知道已經逛的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今天逛下來呢 應該是我最近這幾次逛下來 最燒的一次 之前來就已經漸漸覺得 啊 就好像都是差不多看過的東西 可是今天真的有很多很驚豔 然後很喜歡的 最想要買的兩個東西 就是 剛看到的那個藤邊比較大的鏡子 然後還有一個古典的落地燈 我是真的真的想要買之後 也應該會把它們帶回家 不過我要先回去看一下 我們家要怎麼調整一下配置 也許你們下一次就可以看到我 背景有新的家具出現 不知道以上這些 新品有沒有哪一個燒到你的呢 或是你有沒有知道 什麼我今天沒有逛到的新品 想要推薦給我 和其他觀眾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如果你對我前面提到的那個 Story Starry Life的下半年重大計畫 有興趣的話呢 也都可以到下面的 資訊欄點開網頁連結 不要忘記 我期間限定的早鳥折扣碼 可以折抵1000元喔 非常非常期待 你加入我們的計畫 計畫裡面見 最後最後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G 我們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趕快來逛IKEA